新华公司对你提出了依法诉讼 依照侦查所收集的证据 现在需要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新华公司诉讼 他们告什么呀 你什么名义起诉的 对方的诉讼包括财务造假 财务公款等五项罪名 马云杰先生 请你立即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不可能的 一定是哪里搞 是这样 小萱 替我找到左叔叔 然后打个电话给黄律师 马总 放心吧 没事的 我妈那边 先不要跟她说 小萱 你别这样 小萱 我也不相信马云杰会是这样的人 不会的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我要去找黄律师 我要去找他 小萱 你冷静一点 刚才发生的事情你已经看到了 事实就是如此 马云杰才无造假 你骗人 马总他是清白的 王阳 难道你也不相信他吗 我相信 我相信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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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了 只要马云杰是清白的 他一定会没事的 小萱 刚才我是怕你生气 才说牵牛去厕所了 其实他真的是给你买东西去了 对对 他去给你买东西了 要不然 我现在把他叫过来我们一起吃 你说呢 你说呢 金老师 金老师 小夏 你的脚怎么样了 千牛说你的脚怎么又受伤了 就是蹭破点皮 没有关系的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呢 不用 不用 真的 嗯 那千牛给你买胶带回来了吗 什么胶带啊 他一大早就来找我 说你的脚受了伤 专门去给你买胶带去了 是吗 是吗 哦 我明白了 他一定是想给你一个珍惜 这小子 这小子 金老师 有没有点饿 我们一起吃东西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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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我那边还有点别的事 你们先吃啊 一会儿 一会儿见 好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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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说千牛给你买东西去了 你还生气 是啊 是啊 小夏 你 不会千牛了啦 小天 快去叫千牛过来吃饭啊 对 站住 就算我刚才错怪他了 那他为什么不解释啊 好 就算他去给我买胶带 可胶带呢 拿来了吗 闭嘴 我看就是他的错 一定是去偷懒 一定是逛街去了 你不饿啊 还是你不饿啊 点菜 点菜 点菜啊 是这个 垃圾又怎么样 我不是好兴趣帮你买胶带 你懂什么 女魔头 女魔头 我又累又饿 太小了 干嘛撞我鞋 没有啦 那去啊 看一下吧 帮你贴了胶带 你不是脚磨破了吗 贴好了以后你跳舞就不会痛了 你上我们排练 就是为了给我买胶带啊 对啊 对 什么对 买胶带也不应该矿排练呢 你可真够笨的你 怎么 你买的什么胶带啊 知不知道胶带干嘛用的 贴在哪里知道吗 哪里是贴在鞋子上 明明是贴在脚上的 那我觉得奇怪是 好啦 我知道了 我刚才吃饭没吃饱 因为 差不太对我胃口 我要去吃饭 快一点啊 你偷笑什么 谁偷笑了 我发现你现在看千妞的眼神 越来越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了 好了好了 我承认我是在笑 只是因为我觉得 千妞她傻傻的样子 挺可爱挺好笑的 傻傻的样子 只有喜欢她的人 才不会觉得她的傻样也很可爱啊 胡说 你不是也说过 你觉得千妞样子很可爱 很好笑的吗 这就证明喜欢她了 那要这么说你也喜欢她了 是啊 我觉得她挺可爱的啊 你喜欢她 嗯 你 你真的喜欢千妞啊 是啊 她越看越可爱 你少来了 你不是喜欢左小天的吗 你不会变心了吧 我觉得左小天比千妞好很多啊 你看 我只是说我喜欢 你就紧张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是好姐妹 心里有什么话 我觉得还是说出来比较好 你不用顾忌太多 嗯 到底对她什么感觉啊 这重要吗 你又不喜欢她 我是不喜欢她呀 可是我逼你了解她吧 我可以帮你啊 我可以给你出主意啊 童小夏小姐 你在想什么我还不清楚嘛 你明明就是喜欢她嘛 你这眼睛看到了 那 上次她海鲜过敏 是谁在紧张 还有 你的脚受伤了 是谁马上去买胶带 还有啊 像我们在游乐场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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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沈家没骗你说 千妞出车祸了 看你紧张的那个样子 还有没有啊 还有 这一切的一切 已经足以说明 你们就是一对恋人嘛 拉斗不你 吃点蛋糕 谢谢啊 我到处找你 听公司里的人说 你在这儿 不停当心你们 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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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说 现在情况很不乐观 所有的证据都对马总不理 如果我们在短时间内 找不出有力的证明 证明马总的清白 他有可能做十五年以上的狼啊 怎么办啊 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我只能看着 等着 我什么都做不了 小军 你别这么激动好不好 我们将慢慢地想办法 可是现在所有的事实证据 都证明马英姐贪污财物造假 法院只相信证据 不相信别的 我想了一个晚上 把所有能想到值得怀疑的地方 通通查了一遍 一点线索都没有 万一 不可能的 马总是清白的 他不会坐牢的 小雪 汪洋 你也知道马总的为人对不对 他不会干那样的事情的 对不对 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一定是的 小雪 你别这么为难自己了好不好 你不觉得你现在自己陷得太深了吗 你只不过是这个公司的行政经理而已 其实你可以不用管这件事情的 现在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带他躲都来不及 况且 有些事情你真的不太清楚 或许 他们家可能真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又或许 欧洋 如果你今天来 是要跟我说这些的话 那请你离开 不是 你不了解宋美人 跟马英杰对我来说的意思 他们带我 像对家人一样 我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们 小雪 你误会我了 我只是 特别当心 你 我有一次 今天我带你们去参加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顺便 带你们去见一位我的朋友 希望和对于我所启发 我一歳を過ぎた時に両親が医者に この子は一生目が見えなくなると告げられました しかし親は全く諦めませんでした 私に指と棚心の関係を教えてくれました つまり指で手のひらを包もうとしたら到底無理でしょう 世の中でも完璧な人生はありません 欲しいものが全部手に入ることも無理です けれども精一杯指を伸ば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伸ばせば伸ばすほど手に入るものが多くなります 私は生まれつきの障害を乗り越えて夢を捨てませんでした 若者に生き方を教えることは私の義務だと思います ですから毎週末に若い社員たちを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 老人たちに水を配ってもらうわけです 最も伝えたいものは 夢に向かって頑張る人生は 一番素晴らしいものだという哲学なんです ですから毎週末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ができる 先休息一下 下雨了 風大 要不然去車上躲一下 風景不錯 要不然去車上休息 小夏 小夏 那想什麼呢 沒想什麼 只是覺得這裡風景特別好 你在國內發生的事 我也有所耳聞 不過 我想送你幾句話 一个人不管处在什么环境当中 只要他对事业 爱情 人生 追求完美的话 必须坚持理想 坚持理想 刚才我们也听了 日天天连水 石井先生 坎坷人生 是不是 所以我也希望 你能够释放你自己最真实的心意 去好好进行你自己对爱情 对人生 对生活的无限的反思 明白吗 我希望你 坚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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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再拼 HS 睡前泡热水澡吧 好好休息一下 这几天真辛苦你了 律师说 这次保释只有三天 要想在身边的话 要在一个星期之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老师 小夏 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没想到吗 给你一个惊喜 好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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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做您的代言人 恐怕会很冒险 哦 もう金さん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ておりまして 道さんは温高い発動と 強い責任感を持つ素晴らしいハイニューだということが よく分かりました 金さんと相談した後 こんな風格は当社の新商品と同じ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可是我還是覺得 愛秀秀 從我一直對你的觀察和了解 再加上這次的接触 我認為你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演員 而且很正直 所以我跟社長不斷的介紹你 推薦你 他能夠請你來做代言人 社長也非常的高興 真是非你莫屬 金さんとの付き合いはもう長いで お互いに信頼感もできております ですから金さんが道さんしかいないとおっしゃったら きっと間違いないと私は金さんを信じております またこんな時こそ 感謝 夢 愛という三つの言葉を思い出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 いつまでもご自分の夢に向かって頑張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 私と金さんはきっと道さんを信じており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だきます また死 下下祝賀你 感謝金さん 也感謝社長 其實我是否做這個代言人並不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 謝謝你們對我的信任 真的很感謝 아니�思念 感謝 周恩 大、礡位 大先頭ごhov 爸 您放心 妈我会照顾好 我答应你的事情 我也一定会做到 一定会做 我答应你 前方 所以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事嗎 很危險 快點 小布蘭長 她的殺人 被人殺了 最好 讓你一隻手 讓你解決了解決 沒關係 讓我試試看 我試試看 我想問你一句話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有什么事不可以解决 一定要轻生 你还拿到威胁这个女孩子 你真的是男人吗 然后包装持着 她们脅迫 什么事 你怎么知道 我的李李 是出面的男人 你这么爱着 怎么会出面的男人 是出面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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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犬也 他也逃避了他 是出面的男人 这女人 这女人 是出面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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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 你的女朋友 她到底爱不爱你啊 喂 我喜欢我的女人 是出面的男人 快点 我喜欢我的女人 是出面的男人 是出面的男人 她说你在骗我 真的爱我吗 我只爱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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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爱不爱我 我只爱不爱 我只爱不爱 你只爱不爱 你没想到我 她原来不会骗你 我无法骗你 我的老子 莉莉 可能没有回来 可是 我就是爱你 我就 Ta想我 我就是我 只爱不爱 我的父亲 我必须没想到 我必须 只要我死了 莉莉 她会记住我一辈子 永远不会忘记我 所以我才要死 这位先生 你真的很天真啊 你以为你今天 从这里跳下去死了 他就会一辈子记得你 我告诉你 你错了 他非但不会记得你 他会很快把你忘了 这个速度或许 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 你怎么知道会这样 没了爱连死都不可以吗 是的 你当然可以选择死 但是你以为这样 你们就会一直在一起了吗 你以为这样 你就永远拥有了他的爱吗 如果你今天带着他一起死了 那你就真的什么也得不到了 不止如此 你的父母还要为你的错误 背负一辈子的愧疚 他们永远都不会开心的 所以你太自私了 这些图片 今天我来到你 你来到你身上的 我来到你身上的 哪儿 你会自私 在心上的 相爱的人不一定要在一起 而是要为彼此祝福 他幸福你才能幸福 爱是没有终极答案的 从来没有命定的不幸 只有死不放手的执着 不要说什么得不到爱 能活着就已经是爱 不 不对 我来到你身上的 我来到你身上的 我爱到你身上的 如果你爱一个人 他开心 你就会跟着他开心 他做什么 你都会永远永远地支持他 这才叫爱 真正的爱 这一刻 我被童小夏的镇定 而折服了 他勇敢 有爱心 我知道自己 已经被他彻底地征服了 这就是 我来到你身上的 真正的爱 我来到你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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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好人 我懂得了什么是真爱 我要活下去 阿弘子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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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牛 你不能死啊 你快点给我醒过来 谁在咬我 嗨 嗨 嗨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啊 很好啊 我先知道 为什么我死不了 嗯 什么死不了 因为我有个任务在身 任务 什么任务啊 你知道吗 我掉到 气垫的那一刹啊 哇 听到一个声音耶 嗯 好像有个人跟我说 那千牛 你还不能死 你是来照顾小夏的天使 很奇怪啊 就是这种感觉 听到这样 你刚才说什么 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说 那千牛 你还不能死 你是来照顾小夏的天使 你是来照顾小夏的天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是 你还都是 你死了 你会是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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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你死了 死了 我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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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人死了 我 verg什么 弹这个人死了 马总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所有的转账 都是从福建 山东 安徽 这三个省的二级分销账户 可是按道理说 二级分销 都是由一级分销 直接接洽 和利益分配的 这个我也发现了 这分明就是一个证言吧 一般来说 一级分销商的 每一笔详细账目 都会承报给董事会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我一眼就能看出 可是二级账目 只要各部门的项目经理 签字认可以后 就会会同到总裁 这个人很厉害 他不仅懂得如何做假账 利用公司的资金流 又不被人发现 而且还懂得 我们公司内部的 财务管理流程 这么说 这个人是存心栽赃 一心想对付你 如果他不是主心积虑的 要对付你的话 他能那么轻易地做假账 转出那么多钱 自己不拿了 特意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 计划得那么周密 是谁想支我于死地啊 不会是董事长 他有什么仇人吧 会是谁啊 那些老员工 希望你能够赢 你能够赢回鬼态 计较工厂的那个费厂长 他是你爸在世时 最信任的人 可他也中饱私囊 贪污了巨额财产 把他送进监狱 是理所应当的 我妈当初真的 得罪了一些老员工吗 那怎么办呀 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要想找到事情的根源 应该很困难 我再跟你说一遍 以后不能干 那么不自爱的事啊 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啊 兄弟 你说你万一出什么事 你留我一个人在这 你舍得吗 拜托你以为我想跳下去啊 你会跳吗 算了 就当作是救人一命嘛 反正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大愿 干杯 喂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啊 你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小夏要怎么办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十个人都这么说 对不对 谢谢你们的关心 谢谢 哎 左小天 是谁说千牛他能做到的事情 你也能做到啊 哎呦 哎呦 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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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么厉害呢 那我想看你跳一下 我跳 是这样的 做有些事之前呢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对吧 我不照顾好自己 是来照顾你的 对不对啊 去 谁要你照顾啊 那你不要照顾我 要照顾我的人多了 谁 谁要 好啦 好啦 不要吵了 这 小夏呢 都没看到小夏 他有点感冒 在房间里面休息呢 感冒了啊 严不严重啊 你看 你看 我喜欢童小夏 几个字 写在脸上哎 有开提的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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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要乱讲好不好 我们是好朋友 今天换作是你 你生病我也会要照顾你 你生病 我当然也会照顾你了 好啦 打住 我生病的 你照顾我 我很欣慰 他生病就算了 哎 你有没有看到他俩的 写着什么字 什么 我的 有 有不噁心 去了 怎么样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小夏 我们随便啊都可以 那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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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是不是朋友啊 太苦了 朋友生病也不照顾你 我们是好朋友啊 你可千万不要在潜意识里面找一个何俊的替代品啊 你可千万不要在潜意识里面找一个何俊的替代品啊 这样子 对切牛可不公平哦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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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来在这里啊 我们找你找了半天了 你没事就好 我没事啊 我刚才跟金老师探讨一下后面的安排 喂 喂 没事吧 好得很 你看我 没事啊 看我还是健康宝宝一个 我金千牛呢 就有这种福气 人家不是说 救人一命 甚至有七级福度 对吧 对 怎么样 要不要帮我庆祝一下 去吃个东西 好啊 走 不用了 不用了 机票我已经买好了 明天 你先回上海 回 回去啊 你们都要回去 嗯 你一个人先回去 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去一个叫 翡翠岛的地方转一下 因为金老师说上面的动物很多 而且风景很优美 小夏 你真的要让青牛自己先回去啊 对啊 千牛 这段时间挺开心的 我也没有再厚思乱想了 可我觉得 一毕竟是有工作在身嘛 请假那么久出来不太合适 不要耽误工作 你说呢 可是 你们都还在啊 我也可以留下来了 没有关系啊 不要让英杰哥为难 我懂了 你说得对 不该请那么多电价 那我回去收拾收拾 早点休息 明天早搬飞机哦 晚安 晚安 安兄 蹦蹦蹦蹦 加油 小夏 小 早点休息吧 那我去看 小夏 你为什么要让青牛先回去啊 他有他的工作 你觉得他整天在这里嘻嘻哈哈地陪我们玩 他事业上能有进步吗 可是 去跟小天买点吃的喝的 我们在翡翠岛上多待几天 小夏 你为什么还要逃避呢 我逃避什么 你喜欢青牛啊 你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啊 现在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们是喜欢对方的呀 谁告诉你我喜欢他了 谁告诉你他喜欢我了 谁告诉你他喜欢我了 青牛他是对我很好 可是什么都不代表 你们明明是互相喜欢对方的 你们明明是互相喜欢对方的 还要互相折磨呢 好了 你不要说了 我现在 心里烦 很烦 好了 你要怎样就怎样了 我不管了 如果他想吃鱼 你一定要帮他挑鱼翅 如果他想喝酒 切记天不让他喝醉 他喝醉就会发脾气 发脾气就会想打人 如果他真的打你的话 你要装作很痛 如果真的很痛 你要装作没事 他无聊的时候你要陪他玩游戏 陪他演戏 你 如果他累了 要帮他按摩 我想要给你换高跟鞋 一定要跟他换 他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要帮我好好照顾他 不要吃他豆腐了 谢了 兄弟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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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冬 比如说 你是一位 你不认识 我是一位 fondQ 小夏 我走了 你一定要快换 在 foods Hey 我把你帮我 杓鸡 他跑了 小夏 我走了 你要快了 毒 你自己是シ templates 就这么走了 也许 千娘她不想看到 会受到别的情形吧 爱情真是琢磨不透啊 她回去了 昨天晚上她和我聊了很多 她让我好好照顾你 保护好你的安全 让我带你在这儿 好好散几天心 她说你喜欢喝排骨汤 但不喜欢吃排骨 喜欢鸡尾虾 不喜欢皮皮虾 菜呢不能太咸 味精肯定不能放了 如果她想吃鱼 你一定要帮她跳鱼子 她无聊的时候 你要陪她玩游戏 陪她演戏 不能让你一个人太寂寞 但是 又不能让太多人吵到你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 当我在你家门口 下雨了 你看了也会难过 我相信她 你不说话的时候 下雨了 你看了也会难过 我相信她 你不说话的时候 虽然不曾说 相信你曾在懂 相信你曾在懂 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 我不真的难过 我不真的难过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你的笑容 有时候也离开 当作你在为我加油 不知道在往想什么 只告诉自己爱命令 你总会看到我 倩妞 我知道你在机场 我也在机场 你不要让我找你 我警告你快点给我出去 我知道你还没有走 你这个笨蛋白痴 我让你走你就走 我不想让你走 你这个没有脑子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让我找到你 我找到你我不会饶了你 你快点 你爱容赖没有亲到吗 倩妞 倩妞 倩妞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看我在什么 你不会找我 我在外界 救你快一点 我又要找到你 你快点回来 知道在往想什么 只告诉自己爱命令 你总会看到我 对不起 我脚好疼 脏子好疼 心好疼 我让你走你就走 你到底有没有长脑子啊 你孩子有时候会说反话的 你真的听不出来吗 你真的听不出来吗 没听出来 抱我 抱紧一点 你只知道在高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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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告诉自己爱命令 一定会有结果 在很久以后 留在你身边的是我 留在你身边的是我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